孩子是祖国未来的花朵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健康 增强孩子们的法律意识 郑州市广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来到郑州市紫东路小学 为这里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对 为了帮朋友打群架 你可能会构成纪录斗 为了帮朋友辱骂打他人 可能构成熟练之色或者故意伤害 结合真实的案例 检察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授如何远离犯罪 避免非法侵害 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以朋友为主题 给大家讲述了两方面的内容 我们在办理案件当中 有90%以上的同学都在说 那么此类犯罪我是因为为了朋友 因为朋友义气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课程讲到 以朋友为主题 给大家讲校园暴力是很必要的 通过聆听讲解 同学们意识到 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随后检察官还向同学们 发放了未成年人保护 法治宣传手册 营造遵法守法 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好朋友就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帮你调解 不会去帮你一起去打架 都这是好朋友 我认为我上完这堂课之后 我知道了很多 与法律和交友相关的很多知识 然后我也变得更能分辨 我的朋友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 看到孩子们对法律学习充满了热情 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能够通过此次的活动 通过我们的努力 将法律的种子 埋进孩子们的心里 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意义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金店一般都有回收 或者是置换旧手势的 这么一个业务 可能我们镜头前很多女士 也都有把自己多年不带的旧手势 给她回收了 置换了 再打成一个新的手势等等 那就有不法分子趁虚而入了 她用假金子来换取 真的金子 宝丰县公安局就破获了一起 这样的案件 2022年6月份 宝丰县某金店来了一位 出手阔绰的大老板 一下子置换了50多克的黄金手势 给你这么多呀 你这个金子50多克的 金金上面都有公费啊 不就25公费吗 对 一克25嘛 你可以乘一下 谁知 这位大老板刚出店门 就被民警抓了个正着 其实我结束这儿放爷爷后几年了 男人从来没有 没有想到会 又是那家后 你来对话后 你 其实知道之后 当时要如果要不是金黄过来的话 还没有发现 知道之后也挺震惊 挺气愤 原来这个团传在浙江作案多起 最近刚到宝丰县境内 根据浙江警方提供的信息 我们行政大队通过视频监控 追踪排查 发现了这帮犯罪团伙在人民大会堂附近出现 民警经过摸排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车辆 但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我们就一边对嫌疑车辆进行布控 一边组织警力 在周边进行搜索摸排 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后 民警统一行动 一举将两人抓获 并在其作案的汽车上 发现大量的假黄金 该批黄金首饰 就是两名嫌疑人用来在黄金首饰店 换取真黄金的假黄金 民警说 金店一般都是通过火烧的方法来鉴定黄金 但这些假黄金仿真度较高 普通的方式根本就测不出来 利用金店的黄金首饰 以旧换新业务 通过补贴现金 拿着自己高仿的假黄金首饰 去换取店里的新的真金首饰 目前两名嫌疑人 已被移交给浙江警方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清仓 简陋 甩卖 跳楼架等等 一些商户就喜欢搞这些噱头 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对这些东西 但是你以为真的就能以一折的价格 去买到所谓的正品吗 你以为你捡的这个漏 真的就是捡到便宜了吗 我们看看下面这期案件 咱们夹带的来 咱们夹带的来 来说说 没啥 这张银宝一般活 正拼的还是夹帽的 插货还为小手的夹帽殖民拼卖的运动线 价值二十一万元 货纸在哪 举楼 制住门头 这个仓库平常是谁负责 是你不是 这里边存放都啥物品 这个鞋子扎我什么 啥牌子的 警察 该我店 长期叛击带 我下渠等话不幸迭 凡队先一任六某 共有员工六任 从赏钱处 没赏二十元到四十元不登的价格 购进家冒 殖民品牌赏描运动线 在繁华底端租用闷店 大肆对外公开销售 已经销售金额高达五十余万元 今天为啥为你带到共有六万 因为我在淘宝四十天卖了这个阿迪乃克 阿迪乃克是啥东西 鞋子 真的家的 金刚凡是家的 啥时候开始卖了 在中国卖了粮食 4月9号开始拿了一家货 4月9号开始 你这个阿迪乃克 现在扎往往卖了 通过啥形势途径 通过自博 监路 单庄卖了 套包自博 套包自博 谁自博 我 以六某位收的 勤命犯的嫌疑人 涉献销售加冒出的 上面的少兵队 我分居对其器人 已经采取枪支措施 无线案件 正在进行办理种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好 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平顶山 有一名男子 把车停放在 小区的院子里 车窗意外被砸 因为不能确定 砸车的到底是谁 损失该谁来赔偿 于是呢就报了警 准备开车的 我购壁堂那样东西 我抽烟啊 这次你可砸上了 昨天是不是报的有鱼 有大鲍鱼 我说不站住 露一车水站住 当然几道报警的时候 是报警这程度 车停了小区板 因为那个是港湖队伍 把那个车上 那时候是砸楼 这个杀害 不要宣传 发现那座车 那个是前方 因为那个是港湖队伍 跑下了这种分析 这个不像大东西 砸下来的 对啊 但是 这东西是刚好剥的 它处的有一点瘦里面 全部都砸完了 我打无线啊 我都给无线说 不论咋说 反正是车带条去停 哪怕停一天烂了 还是五月的作人 五月咋说 五月说不容能报警 那儿有一个监控 那儿有一个监控 就能看到一个前部分 后半部分 你基本 你长到这儿 人都看到 架着那个东西 或者谁过来 人物的杂料中能开展 如果是跟空中央 架着个小统业 不一定能能照顾 因为他们小区的监控 真正大到就是说 是那个炉面 但是高空最无知 就这点 那个监控也达不到 我总不容说 因为是个小区停的 叫我的人里外讨钱 里外费钱吗 你这钱一直这么做吗 有个十几天了 一二天了 有个十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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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一定是昨天或是三天了 对 有个十几天了 反正是天天回来 我自己留东西 我拿了东西 你扣旧 你扣旧是啥 我比个例子 比个例子 这个五百 不然你甚至是 早晨人家就 帮你四百 帮个例子 帮你一百卡 但是呢 但最终的结果是 最终叫做事先决了 就是 你比如说是 保安公司这样出五百 你作为能耐章 能最起码各种相应的赔偿 这必须的 因为这个 所有的费用 我们都交着 有个不交的情况下 帮你 不会交你 既然买这个保险 这都是五百 保安公司给你 从南大不管 省业上付出五百 你都不差 这些人家五百 这些人家 大量的人家 所以才知道了 五百感谢也是说不关 但是等于说是 随后给五百 收的是 车达到小区里边 喷一顿卡户客人 在家等于说 业组也搅了一线 搅了一线 随后等于说 双方就说 一线上大成的协议 是他们原来筹取 从南部份的设认 避免性化就是 把车尽量就是说 停在那种 就是说 没有就是说 有障碍物的地方 在家就是说 小区里边的一个保安们 可以就是说 假象小区 这样关联去训练 遇到就是说 再次遇到 就类似这种情况 可以就是说 提前去治疾它 法治现场 记者报道 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 037165749110 或者是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通过大象热线 提供更多的新闻线索 湖北省宜昌市的 朱先生遇到一件烦情事 他交往了几个月的女朋友 突然间就失联了 随后他报警寻求帮助 然而民警调查发现 朱先生的这个女朋友 可能并不简单 朱先生应该是 遭遇了电信诈骗 请了解 朱先生是某建筑工地的 一名工人 早年离异 单身一人 带着孩子在外打工 日子过得有点辛苦 面对每天下工回家后的 冷冷清清 朱先生思前想后 决定再找一个生活伴侣 一个人带着小孩 又当爹又当妈的 所以也是想找一个女朋友 一次偶然的机会 朱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看到了一个跳舞的女孩 上面标注也是本地人 朱先生便关注了对方 并尝试给对方发送了私信 没想到对方很快回复了他 除了父母 然后没有一个异性朋友 就说来关心你 当时就心里非常感动 慢慢地 两个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聊天的过程中 小雅还向朱先生透露 自己在工作之余 还有一份很有前途的 兼职工作 可以介绍朱先生一起做 小雅说 做这份兼职 不需要什么大的投入 只需要用手机点一点 足不出户就能赚到钱 他就告诉我是在网上刷单 我说怎么做的 小雅说 自己是在帮网络上 某知名商家刷销量赚取佣金 所谓刷销量 就是在指定的电商购买商品 帮商家撰写评论 但实际上并不进行真正的购物 后来我操作了一遍 我说这很简单 小雅告诉朱先生 任务完成后五分钟之内 系统就会把用金打入个人账户 他就说提成的话 差不多是你刷多少 就按20%给你提 200多 20% 那就40块钱的 那我一天不是大几百 高额回报让朱先生开始心动 然而小雅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朱先生有些犹豫 然后他就要我交保证金 我说这个保证金是什么东西 我说我做事还要交钱给你 听了朱先生的顾虑 小雅耐心地给他解释 因为刷单监职人员不需要真实付款 商家担心一些人收到货以后 占为己有 所以需要用保证金 来对监职人员进行约束 并表示刷单完成后 保证金和用金会一并返还到 刷单人员账户 小雅的解释打消了朱先生的顾虑 我就把这个五千块钱赚给他 被害人信以为真之后 就发出了这个刷单的连接 第一次朱先生接到的刷单任务 是购买六件 价格在一千元以下的商品 朱先生按之前学习的流程 进行了操作 我做了差不多有三天 把这六单刷完了 大概过了一分钟吧 他就把五千多块钱 听朱先生讲到这里 民警笃定 朱先生遭遇了杀猪盘和刷单诈骗 可当时的朱先生 对这个网络上认识的女友 既喜欢又感激 随后小雅对朱先生说 你做的级别越高 赚得越多 他说因为你要做高一等的 他说你还是要交亚 我那可以 等会我把五千块钱转给你 他说不是五千 它是一万五 有了第一笔交易建立的信任感 朱先生马上从朋友那里 借了一万五千元 爽快地转给了小雅 这次他用了一周的时间 刷了六单 做完后便立刻向小雅 索要本金和用金 然而小雅却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公司的财务出现了状况 然后银行卡被冻结了 他说要老板下周来 去银行里去解冻 出于对女友的信任 朱先生又继续刷了三单 到了周一 朱先生要求小雅 把本金和用金 一并返还给他 小雅提出 约朱先生线下见面详谈 我说那可以 我说什么时候见个面 我请你吃饭 我说你也带我赚钱呢 然后过了一天 他就告诉我 他说那我今天有点事 接着小雅劝说朱先生 继续做最高一档的任务 他最高的就是说 三万块钱的押金 他你正好上次交了一万五 你还补一万五技能 就可以做这个最高的资质 他你一次性 反正就可以达到一千以上 到时候老板回来 然后一次性把这个钱给你 然后自己本来 还有一点小积蓄吧 一万五一次性给他转过去了 朱先生又继续做了一周 刷了六单 不过当他再次联系小雅 索要本金和用金时 却联系不上了 那考虑再三之后 朱先生选择了报警 听完了朱先生的讲述 民警判断 他是遭遇了杀猪盘的诈骗了 不过呢 案件还有一个疑点 朱先生是在某视频平台上 认识的这个小雅 小雅是本地人 这在以往的杀猪盘当中 是很少见到的 难道这个小雅也是 刷单诈骗的被害人吗 民警继续展开调查 接到报警后 宜昌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兵分两路 一路对嫌疑人收款 银行账户的赃款流向 进行查找 发现嫌疑人 使用了多个账户 分为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甚至有五级卡 随着到银行 调去这个资金流水 来看的话 这个信息并不是特别好 与此同时 另一路民警 对涉案社交账号 进行研判 寻找有关小雅的线索 民警在对小雅的微信账号 进行研判时发现 此微信号 居然同时关联出 全国极其诈骗案件 显然这个本地女孩小雅 自虚乌有 她应该是骗子虚构出来的一个身份 办案民警立刻驱车 前往一千多公里外的浙江省渠州市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锁定了社交账号 长期使用的地址 我发现这个微信号的实际注册者 是一个年近七旬的一个老人 这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是徐某 微信号真的是他在使用吗 警察找到老人了解情况 在对徐某进行询问的过程中 徐某表示 自己的电话号没有注册微信 也不会使用微信 那么是谁借用徐某的身份信息 注册了这个社交账号 又是谁在使用呢 民警推断 老人的手机号码 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 被注册了社交账号 并将社交账号密码 卖给诈骗团伙 从而实施诈骗 案子要破 那么这后 迟东北口音的年轻人 是必须要抓获的 于是查找相关视频 追查涉案人员 成为警方侦破工作的重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四天的监控视频 调取和分析研判之后 案件侦破工作 终于有了进展 发现在广场周边 出现过一辆 这个穷A牌的商务车 从车上下来了 这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 手拉了拖把 随即 办案民警将卡口监控 拍下的可疑人员的照片 提供给老人进行辨认 老人确定 其中一个拿拖把的小伙子 就是当天拿走他手机的人 办案民警在全国范围内 对穷A牌照商务车轨迹 展开查找 终于一点一点地勾勒出了 犯罪嫌疑人的行进路线 从杭州出发 经过了有江苏 浙江 安徽 也到过我们湖北 当时我们看他的轨迹 应该是往东南沿海方向出发了 根据轨迹分析 嫌疑人目前应该是在 福建省泉州市 专案组人员迅速制定了抓捕方案 嫌疑人到超市便利店 购买东西 我们就及时先控制住他了 民警在便利店抓获了 刘某等两名嫌疑人 经过突审 刘某交代了他们一伙人 住的地方 办案人员立即行动 将其余九名嫌疑人 全部控制 就这样 以刘某为首 包括录像中的马仔在内 共计十一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缉拿归案 面对诸多证据 刘某等人 供出了他们的幕后老板 是一个绰号叫老黑的人 并且承认了他们受老黑指派 帮助诈骗团伙搜集社交账号的事实 显然这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电信诈骗团伙 有人负责骗取诈骗使用的社交账号 有人就负责给账号拉人头 添加好友 有人负责对被害人实施杀猪盘 刷单诈骗 那么这伙人是怎么纠结到一起的 他们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嫌疑人 小雅又是谁 又身在何处呢 警方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老黑的身上 发现他长期生活在吉林省长春市 靠招拢社会闲散人员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然后向外出售并从中牟利 他一方面利用赠送小礼物 骗取被害人的手机 然后利用手机大量注册社交平台账号 再将这些社交账号 卖给下游诈骗团伙使用 另一方面则是在周边农村 用2000元左右的价格 直接从村民手中收购身份证 手机卡等四件套 卖给诈骗团伙用于作案 那么老黑的下线是谁 下线又在这条电信网络诈骗的 黑灰产业链条中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通过调查 警方很快就有了收获 有十几个支付宝账号 是同一归属地 长期登陆的IP地址 使用的网络环境 都在我们宜昌 湖北宜昌本地的 而且交易数量非常大 资金都超过了50万 原来在宜昌 还活跃着一个从事网络 黑灰产业买卖的犯罪团伙 他们从老黑或其他嫌疑人手里 收购的大量电话卡后 会利用这些电话卡批量注册 各类社交账号 再将这些账号 以几十至上百元不等的价格 向外出售 朱先生之前 在某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小雅 就是该团伙出售的虚假账号 找到宜昌窝点的准确位置 就是摧毁这条黑灰产业链条的观景 经过多方摸牌寻找 警方终于锁定了 他们在宜昌市内的一处藏匿地点 经过七天的细致摸牌 警方终于确定了窝点的准确位置 与此同时 警方还锁定了多名 从该团伙手中购买社交账号 利用虚假身份将被害人 骗入陷阱的犯罪嫌疑人 发现天津跟江苏两省 有两个交大的团伙 在其手中购买过大量的个人信息 那么现在上线跟中间上我们都有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天津跟江苏下线打掉 那么我们这一个公民个人信息的 黑灰产业链条就是一个完整的 专案组立即组织三十余名警力 前往天津和江苏展开抓捕 2022年3月11日上午9时 宜昌警方在宜昌 天津 江苏和长春等地 同时展开收网行动 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 捣毁三个涉嫌电信诈骗团伙 扣押涉案手机一万一千多部 清理公民个人信息二十余万条 作为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 刑侦大队的一名反诈民警 刘鹏成有一样自己的法宝 那这个法宝呢 让他在反诈工作当中 也是屡获战果 这个法宝到底是什么呢 我是郑州市公安局 经开分局行政大队 反战民警刘鹏成 2017年我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 到郑州市公安局工作 从派出所民警到特警 再到刑警 变化的是角色 不变的是初心和使命 在工作中 我始终秉持守战于我 用我必胜的信念 2020年12月 我开始从事反诈工作 从零基础开始学习 不断向前辈请教工作经验 我和同事逐渐总结出 一套成熟的反诈工作方法 我的工作法宝就是 以功代手 主动出击 正所谓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在反诈宣传上 功于严防 在圈主群众上 功于耐心 在线索研判上 功于精准 在资金动叠上 功于迅速 在资金返还上 功于及时 我的工作就是 和时间赛跑 收宝座 快点 追见 快点 追见 你个跑 2021年 我们接到一起群众报警案件 受害人称 有人冒充其领导 让其转钱 导致受害人被诈骗300多万 我和战友接到报警后 快速反应 按照总结出的最优工作方案 在三明附近的配合下 短短一个小时内 就指负冻结 8张一级卡 17张二级卡 18张三级卡 共计43张银行卡 累计273万的 涉案资金被冻结 看到受害人 挽回损失后的欣喜 我对自己的工作 感到无比的光荣 与自豪 为降低发案率 我和同事们 根据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总类 梳理出被诈骗群体的特征 对辖区内 小区 店铺 学校 企业等 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我们分局辖区内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同比下降54.8% 被诈骗金额下降62.1% 资金返还率 位居郑州榜首 路漫漫齐秋远夕 我将和战友们 共同努力 为实现天下无诈的目标 而不懈奋斗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好的 手机看电视 就上大象新闻客户端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您搜索大象新闻 就可以下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法治现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再见